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时期是一个动乱的时期 乱世之中,群雄逐鹿,因此便产生了很多的英雄人物 而有男性英雄的地方就必然会有美女的故事 说到三国美女,那真伏必定会有一席之地 除了大名鼎鼎的貂蝉,真伏也有三国第一美女之称 甚至可以说真伏可以几下貂蝉,成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杨玉桓,西施,王昭君嫁给的男人都是一国君主 是被明媒正娶的合法妻子 而貂蝉无论与董卓也好,与吕布也罢,都只是同居的关系 而且这两人都没成就地业,充其量只是野心家而已 其他三大美女之所以能入恋,除了自身的美貌 身边的男人也是很重要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女人要比四大美女漂亮,却没有入选四大美女 从男伴这一点上来说,貂蝉是不够格的 其次,貂蝉的美很单薄,仅限于美貌和武技等 董卓,吕布这样的粗人能看上他,纯粹是出于男人看脸的好色本能 而反观其他三大美女,杨贵妃的音乐造诣,诗词功底十分厉害 西施是舍青春豹国的职业间谍,王昭君则是出色的外交家 貂蝉除了会跳个舞,还会什么呢? 更何况,其他三大美女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 而貂蝉只是三国演艺作者罗冠中虚构的文学人物 所以,在三国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征服,完全可以取代貂蝉 她从小是个女神童,丈夫是开国皇帝,魏文帝曹丕 而且,她的文学造诣超越常人 更难得的是,她曾经迷倒了曹操,曹丕,曹职三大文坛巨将兼政坛精英 最后,她的儿子曹瑞还成功继位,成为了一代明君魏明帝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她都比貂蝉强 人人都说貂蝉绝美,但具体怎么个没法 史书上没有可以确切考证的说法 而真皇后的美,却是有评有据的 这评据就是曹职专门为她所作的洛神父 下面带你简略了解一下真福的一生 在公元182年,也就是灵帝光河五年,真美人出生 她是当时的中山郡无极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正定 其父名为真义,曾做过上菜献令 这样看来,真福也是出生于官患之家 可惜的是,三岁的时候父亲病死 而小小年纪的她竟然失声痛哭 知道丧父之痛,一家人都惊奇不已 到了九岁的时候,她无师自通 自己看书认字,一般看一眼就能记住 几个哥哥看到她五文怒漠 就嘲笑她说,女儿家当习女工,学读书,岂想做女博士乎 她也不甘示弱,回敬道,听说自古贤女,未有不读史书以之前是成败的 不习书,何有之之 小小年纪就立志做贤女,并说出一番大道理 可见真皇后能成为皇后不是偶然的 而且早在这之前,就有算命先生说她贵乃不可言 到了结婚年龄的时候,她被称霸北方四郡的袁绍相仲 迎娶为二儿子袁夕的媳妇 袁绍与曹操就像周瑜与诸葛亮 没有后者,前者就会天下无敌 关渡之战中,袁绍父子丢了老本 过了没几年就去找阎王平礼了 从此杳无音信 跟着袁绍的几个儿子窝里斗 正好被曹操利用,最终被各个击破 曹操是个出了名的色鬼 而且很喜好人妻 老早就听说袁绍有个漂亮的老婆 所以早在灭掉袁家之前 她就盘算着怎么把珍氏弄到手 可惜她的儿子曹操好色的本事比她还强 曹军刚攻下夜城 曹操就带着一些兵马闯到袁家府邸打劫 当时袁绍不在身边 珍氏和婆婆刘氏留下来当了炮灰 婆媳俩没触躲 战战兢兢在家等死 看到曹丕带兵冲进来 珍氏就趴在婆婆膝盖上哭 哭得既动听又动人 曹丕一下子就心软了 她上前说道 刘夫人何必如此 快令此女举头 刘老太太只好捧着媳妇的脸 让曹丕看 不看则已 一看惊呆 估计17岁的曹丕小朋友没见过貂蝉姐姐啥样 看清珍氏的相貌后大呼天仙下凡 就这样 曹丕抢在老爹前头把珍氏变成了自己老婆 曹操知道后连声叹气 今年破贼 正未奴 其中的奴指的就是珍福 没办法 老曹只好做个顺水人情 把珍氏赐给了小曹 按说曹家娶老婆不干外人的事 可惜有些外人就是多事 这个外人就是孔子的嫡孙孔荣先生 孔荣先生一向爱跟曹操抬杠 就连曹操和袁绍在关渡死掐的时候 他也敢在后方散布曹军必败的谣言 碰到抢别人老婆的事情 孔荣先生自然要来凑个热闹 吐槽并且狂喷几番 为此 孔荣还特意写了篇文章 其中有一句 五王伐咒 以打几次周公 曹操看了后 以为是什么自己不知道的典故 赶紧翻书 结果当然一无所获 于是就去问孔荣 得到的回答是 一眼前的事猜多 想当然而 曹操这才明白 孔荣是在拿儿子的事讽刺自己 亮小非君子 曹操不是君子 所以后来找了个机会 就把孔荣的臭嘴 连同脑袋一块剁了下来 婚后的真是幸福了几年 并有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儿子就是后来连司马懿 也赞叹不已的魏明帝曹瑞 可惜的是 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郎 真是恰恰就嫁错了人 曹操一向是看着碗里的 吃着锅里的 拥有了真美人 又想要锅美人 有了锅美人 又想要汉县帝的公主 到后来连老爹留下的小老婆们也一起承包 连老妈都差点被他活活气死 真是本来就比曹丕大五岁 又是生孩子长度难 又是更年期到来 时间一长 美人就变成了黄脸婆 曹丕本着喜新厌旧的一贯作风 渐渐更加宠幸年轻的郭飞 郭飞为人狡猾 挨了巴掌还能装笑 真是为人憨直 诗宠了就发牢骚 发牢骚还特有水平 用诗的形式加以表述 部分原文如下 想见君颜色 感结伤心脾 念君长苦悲 夜夜不能寐 莫以豪闲故 弃捐素所爱 出一副苦愁 入一副苦愁 边地多悲风 树木和萧萧 从君独至乐 延年寿千秋 曹丕看到真是的文艺牢骚后 勃然大怒 加上郭飞从中挑拨 加上有传言 真福与弟弟曹植之间存在暧昧 甚至真福前夫的事情也被翻出来 各种的因素 让曹丕愤怒加极度 最终用一杯毒酒赐死了真福 也许是心虚 也许是泄愤 曹丕将真福的尸体掩面 口塞会晤下葬 用意识让他在阴间无脸见人 有苦难诉 两年之后 曹植到洛阳拜见哥哥曹丕 曹丕在喝醉的时候 把珍氏的遗物 金漏玉带诊赠给了他 曹植含着泪接过了遗物 回去的时候路过落水 有感而发 写下了千古名篇落神父 因为当时已死的珍氏 是曹植的黄嫂 所以他只能采取暗写的方式 拿着想象中的落水之神符 飞当幌子 描述出真皇后的美丽 其行眼 天若惊鸿 宛若游龙 荣耀秋菊 华冒春松 庞佛兮若青云之碧月 飘亭兮若流风之回雪 奸若萧成 妖如约束 严谨秀相 浩至成禄 云记额额 修眉连涓 单纯外朗 浩齿内仙 名谋善赖 叶府成全 直到曹丕死后 珍氏才被儿子曹锐 追封为文昭皇后 可惜皇后的名誉可以恢复 美人的生命却无法恢复 曹锐能得到的只是做儿子的一点心理慰藉罢了 在古代男权社会的天下里 即使在貌美的女子也只是男子的附属品 美貌只有短暂的保鲜漆 并非永久的戾气 可以说 珍福的一生因为美貌而幸运 又因美貌而不幸 而曹丕当时以何种心情 让曾经深爱过的女子用这种凄惨的方式下葬 我们不得而知 只能感叹一句 罪是无情 帝王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